那时候就是银行多 大郎多 午艇多 到处是午餐 晚上正月了 晚上全部吹动了 晚上正月呢 全部小姐多 所以叫小香港 香港人就是夜生活多 那时候我们这里 大概十五家 每个午艇 大概十个小姐吧 一百多个小姐 还有边上的 画廊妹 来的人都不想走 大余神 还有俄罗斯小姐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安徽广德的一座山 取名牛头山 这里好像挺热闹的 地势也比较 极特 有高有低的 这个街道有高有低 我告诉你 这里为什么热闹好吧 这里呢 以前呢 它有个矿 叫那个长广煤矿 知道吧 煤矿 对 地面以上归安徽馆 地面以下归浙江馆 所以说以前这个地方 它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以前 以前这里还被称之为小上海 是吧 不是小上海 小香港 小香港 就足以证明这里有多少热闹 最时髦的服装在这里 最好的教育资源也在这里 因为这里生活着很多 这家人在这边那个工作 因为有个煤矿 这个煤矿是属于浙江馆的 所以说以前这里热闹的不得了 那我们今天去煤矿逛逛 但是非常遗憾 现在我们国家为了保护生态 这个煤矿已经不开采了 不开采了 对 很多一批 他们以前在这里工作的浙江人 他们都携带自己的家人 都回去了 这个以前看出看得出来 以前肯定是热闹的 你想想看 一般性正常情况下 就这么一座山里 不可能建这么热闹的 你说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先看看 先逛逛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 问问他们这里的居民 这里到底是现在发展成什么情况 好吧 好 以前这里号称小香港 有没有这回事情 郑宗的小香港 郑宗小香港 号称小香港就意味着 以前这里很热闹 对不对 基本上在这里 光五厅有20多家 光五厅就有20多家 一行七家 在这里抢钱 卷钱 浙江和安徽的银行 总共在这里有七家 七家 这么厉害 那有五厅的话 意味着还有小姐的 有啊 有啊 小姐 美容丁从下面到上面 一条件 全部是三国管地在 在哪里 就是那个上面一条件 从上面到 这么热闹 他为什么这里这么热闹呢 这个 这个地方是三城交界 是个公司集团在这里 啊 这里光长河公司 有六万五千多人在这里 六万五千多人 总共有四十八年人 当地的 当地的 然后这边主要是挖煤 那时候开放的挖煤 煤矿嘛 这个煤矿 这个煤矿是不是叫长广 对 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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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吧 是长广 没夸 你懂吗 熊熊 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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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吗 你还不想 这个老师 你给讲解 现在跟你讲解 他很懂得了 他很懂吗 长广 公园 懂吗 他相当于那个陈小军 他以前老高小姐的 哈哈哈 现在还搞不搞 现在还搞不搞 他说你以前老师总是搞小姐 刚月不搞了 老了 老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热闹主要原因是 是不是就是有个煤矿 煤矿它是长广煤矿 但是它的工人是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 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转业的复原的 全部都有 然后我们当地的就开小梅窑 小梅窑也很多 到处挖煤 附近的老百姓也有钱 长广的工人也有钱 就这样的 那时候就来圈钱 为什么开这么多银行 他长广的银行 国有公司的 他有工商银行 他自己有工商银行 然后还有心怀的姓社 龙行 在安徽的什么中行 什么都来了 到这里来 就去抢钱 那时候就想存钱就是一分的利息 你想过没有 就是先给利息后存钱 先给利息后存钱 对 你这钱从我的银行里面 我利息先给你 那证明以前 以前这里的人也赚得到钱 赚得到钱 那时候我们十美包房 集中到这里来 赚钱 那当时这里的医院 你看到那个医院 这医院比广德县医院和长庆县医院都好 专家特别多 都要好 对 他是第二级医院 他车到他东迁以后全部车到长庆县医院 长庆县医院 然后他整个 然后慢慢的被那个其他的公司收购 收购 然后呢就是把人员分流 分到浙江省 都分散掉了 那一走就不热闹了 哦 以前有这么多人到这边来 对 十几万人走掉了 十几万人啊 乖乖不得了啊 我看这条街啊也是好像破具规模的 是不是以前就是也很热闹的啊 这是后来建的 就是撤掉以后才建的 那么你说之前很热闹的这个地方都在哪里啊 上面 老街 老街 都在上面 现在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现在上面没有破房子了 破房子了 哦 你看那个招待小的最大的 前面有个招待 刚刚也是和这边居民问了一下啊 和他们聊天一下 他们也告诉了我很多情况 这里以前确实称之为小香港 特别特别热闹 人特别特别多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白天黑夜有可能比白天更加热闹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到以前 这个牛头山以前曾经热闹的地方 我们去看看 现在有可能只剩下一片空房子的啊 但是我们还是过去看看 正像这里一排店铺啊 我个人猜测都是后面造出来的啊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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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